其实Plugin Hybrid的车款 很多人都觉得说 它的油耗真的是非常神奇 就像机车一样的油耗 那以目前市场上面 如果说你想要当成营业用车 PHEV的车款 是不是可以大大降低 比如说你在这个营业的过程当中 的使用成本呢 郑姐 没错 刚刚志希说 他觉得Live可能比PHEV还好 我是来吐槽他的 我认为对于机车车来讲 其实电动车跟油电车比起来 当然电动车一定有它的优势 油电车也有它的优势 那怎么把两个优点全部合为一呢 那就是Plugin Hybrid 插电式油电车 怎么说呢 当你前一天晚上 我们都知道插电式油电车 把电都充满的时候 基本上我们正常 一般通勤上下班的话 它当作电动车是绰绰有余的嘛 因为它的纯电续航里程 都有个五六十六七十公里以上 因此在我们正常人使用 它就当作是电动车没问题 但是现在来讲 小黄或者说多元计程车 它跟我们日常乘用车 最大的差别是在于 它的里程一定远高于此 根据报告资料显示 一台计程车 市区的计程车 一般来讲 起码一天要跑一百多公里 这还是最低最低的 很多一天跑到两三百公里的 都有看过 就认真一点的 是的 是的 如果你钱要赚多一点 一定得多跑 但在这个时候呢 电动车就面临一个 比较危险的地方 也不是危险 应该说会降低你的营收的状况 就是当你跑了好 假设你比较认真 你在市区跑了三百甚至四百公里 那你的电动车 可能就会面临没电 那你要把它全部充满 你是不是就要花个一个小时 起码要半个小时以上 再怎么快充满 那这个时候呢 PROG IN HYBRID 就是善优势的地方 你进加油站 加油 你回来以后 你就当作一般的油电车 甚至你当一般懒用车使用 你还是可以继续的 让你的营业不要中断 继续的赚钱 甚至你换个角度想 你现在刚好就遇到一个大客户 他要一趟要跑去台中好了 结果你如果存电的话 刚好你就没办法接这个 因为你的电池 可能就剩下100公里的巨场里程 这个时候PROG IN HYBRID 就占了优势了 他一公升 甚至在官方的统计 就是那个能源局的统计 居然可以跑到109.9公里 一公升109.9公里 这已经不只是机车级了 这根本是 神级 对 紧直是 我想不到还有别的燃油车 比这个更神了 所以他真的 我觉得也是可以考虑的 对 因为他又不用怕没有电 而且其实我之前 曾经跟一个小庄司机聊过 说你怎么不换 纯电动车的车款 他说我们的时间 就是我们的金钱 是的 如果说我真的去那边 搞不好充一个小时的话 我这一个小时 我就完全没有办法接客人了 可能就損失一两千万块了 对 所以他们觉得说 目前为止虽然不普及 所以他们还在观望的阶段 所以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说 也许如果你应用车 或者是你长途一直在行驶 就是一直在使用这个车辆的话 纯电用车啦 甚至于Plugging Hybrid的车款 算是属于比较新世代的产品 大部分的营业用车 还是希望能够选择传统燃油车 毕竟你进了加油站 可能几分钟的时间 然后上个厕所 可能你就直接可以走 开始去赚钱了 所以现在我们可以看到 不论是台湾的北中南 大家都可以看到 WISH的计程车 是非常非常多的 但是自从WISH停产之后 小房计程车 其实现在也改为Sienta 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不对 坚叔 基本上其实市面上 还有一台叫做Nissan Levinna 但是它已经要面临停产了 那原本在Toyota 它们的设定上面 它就是要用Sienta 去取代WISH 但是有点当时 磁空背景有点生不逢时 所以然后再加上 它的车格稍微小了一点 但是后来因为政府有开放 这个滑门的部分可以当计程车 所以Sienta它又活起来 好 那现在就加上 政府的补助 它现在 我先讲一下Sienta好了 它有分1.8跟1.5 两种规格 那 这个77.9是1.8 这是1.8的基本款 那你看扣掉补助之后 而且它这是有六七囊 标配 扣掉补助之后 它只要62万9 其实算起来 对很多人来讲 它一定会心动 而且它是七人座 那七人座的时候 就像刚刚大家在讲的 就是说它空间的运用 会比较灵活 它空间运用比Karence还好 其实它的空间来讲 因为两台车我都开过 Karence还是大的一点 因为它们两个尺码是不一样 但是你知道吗 其实Sienta 我之前在要去机场的时候 就是你必须要选择 一定要有七人座 因为我跟另外一个女生 行李太多了 所以只能选择Sienta 结果没有想到 它竟然可以堆 五个大的行李箱 上面还可以再放两个 然后电车司机说 它最多有装过八九个 所以我就觉得 Sienta真的还蛮神的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它的那个行李 那个尾箱门开口比较低 行李好放 那滑门的话 因为这个对乘客的上下车 也很方便 对 所以对小 要拿来当做这个计程车来讲的话 这个非常方便 但是我个人 我是力推它的1.5 因为为什么 它1.5它的售价只要64万9 再加上补助 你扣掉补助不到50万 我也觉得 49万9而已 但是因为它只有1.5 好 那它的油耗的部分 1.5的话大概不到15 每公升 但是1.8也才16点多而已 所以相较不大 尤其是大家都在市区里面跑 所以如果说真的要 可以省荷包的话 可以省钱的话 我倒觉得我会比较推荐是1.5 但是它只是5人坐 所以如果当多元计程车 就像刚刚智希或郑杰他们有提到的 你在载客的灵活性 可能就没有那么高 因为你会受限 你只能坐载4个客人 就没有办法载到6个客人 这个就会有受限 现在其实多元计程车 或者是一般的计程车来说 其实我们可以选择到车款 真的还不少 尤其像现在非常流行的这个SUV 在多元计程车上面 或甚至于小黄司机的计程车 都可以看得到 那到底有哪一些SUV的车款 是也蛮适合来做这个营业使用的呢 麦斯 没有错 我们现在在这个画面上看到这两台车子 我觉得基本上它都是 我觉得当做计程车的一时之选 为什么因为我们刚才讲到 而且我们也蛮常在马路上看到 是没有错 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讲到说什么 计程车他非常在意的一点 是不是他的这个 所谓的以后我的二手车的价格 基本上Toyota的价格 他二手车当然不用讲 因为他官方有投入非常多的资源 在稳定的二手车价 HONDA基本上 他的这个二手车的市场也蛮稳定的 基本上他的折旧率 会比相较比其他国家车来讲 会都会好一点点 可是观众朋友可能会觉得有点奇怪 就是我怎么在这个画面里面 一台是放Toyota的RAV4 一台是放HONDA的HRV 这两个不是不同的集聚吗 照理来讲如果真的要比的话 HONDA也可以拿CRV来当计程车 可是呢这个就代表说 你如果说呢 为什么这边我们的画面不是放HONDA CRV呢 就代表说其实你不是很懂法规 为什么 因为CRV呢他在认证上面 他是属于客户车认证 在这个计程车的法规上面 客户车是不可以当作计程车使用的 所以你如果说我要选择这个HONDA的车子来选的话呢 要么就是选择这个HONDA FIT 要么就是选择HRV 因为HRV的这一个 他的这个认证呢 因为他的后箱的空间不是这么大 所以他没有办法申请为客户车 可是那有些人就会问说 那RAV4够大了吧 他的后行李箱够大了吧 那为什么他不能申请客户车 因为他是进口 进口车也不可以申请为客户车 所以基本上呢 我们要用这两台去比较 为什么多元计程车或计程车会 现在会很流行来开这个 所谓的SUV来当计程车呢 理由就是呢 你如果说到这个中校复兴站去看的时候 你就会发挥到西门町的时候 去看的时候你会发现 很多这一些寒籍游客啊 或者说这些外籍游客 他想要去九份玩的时候呢 他都会到这个捷运站什么 他去做这个包 包车式的这个计程车 他就带你去九份啊 带你去北海岸玩 可是呢 他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是 我如果是一般房车的话呢 我可能到九份 我可能要买一下蚂蚁 我可能要把行李 就是带着跟他跑 我可能要去下一个饭店 我一般的房车来讲 我的行李是载不下的 所以呢 因此呢 就会衍生出来 就是说为什么这些SUV呢 会相继投入到计程车市场 因为他的行李可以放得更多 他有更多的空间 可以去放你 去观光旅游这个东西 可是呢 你要把这些车时 当成计程车来讲的话 他其实也是有些隐忧的 什么样的隐忧 SUV的车管 他相较以来他的底盘比较高 所以当你底盘高的时候 他非常不方便什么 非常不方便老人 或者是你要去医院 看医生的这些病人来讲的话 你要爬上这个车子是不容易 所以你会发现 我们这个不是那个叫做什么 就是我们专门在帮助这些病患 去这些福祉车的这些东西 为什么这些福祉计程车 都没有人把SUV来当福祉计程车 为什么 因为他不方便这些病患的上架车子 所以这个是你要 购买的时候 你要必须要考量这一点 可是呢 如果说你是想说 我这台车买了之后呢 我日后可以就是想说好吧 我就是把这个 我不论说是小红 我要把这个颜色给换掉来讲的话呢 那当然SUV的在这个的市场上 他的需求度会更高 他比房车来讲的话 他的需求度会更高一点点 不过呢在这个HRV呢 我是之前我有遇到一个状况就是呢 很多计程车司机他把HRV当计程车的时候 发现的事情是什么 就是这些乘客他找不到开门的那个地方在哪里 所以会贴一个那个贴纸 就是说把守在这里 对 车门把守在这边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你在买的时候呢 你要稍微去顾虑到的一些小地方了 我其实之前做了一台计程车 他本来是开Toyota Ruffle 后来他把它换成Hybrid 因为他说他一天都跑12个小时 那以以前的Ruffle跟Hybrid车款来比较的话 他说以前他如果说是两天进一次加油站 现在开Hybrid的话是四天进一次加油站 他觉得还非常的划算 所以其实这些也可以提供给一般的消费者 如果你要换车的时候当做一个参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